警方昨晚破獲了星火同盟的一個私鬥 在裏面找了13萬的現金 16萬的超市禮券 還有七支箭和大量的裝備 警方還查到 星火有大部分的資金是買了私人的保險產品 而這些私人的投資產品的受益人 只是屬於一個人 即是說這些錢是被人吃了隔棍的 星火昨晚當然是發聲明 官方說這件事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我們就不便透露更多 當然以他們的一貫作風 當然是轉而視線 反咬警方是抹黑他們的 其實有些智商的人都知道 買保險產品是有單據的 如果警方是要抹黑你們的 都不會用買保險產品這件事 因為有單據的 你遲些一定會查得回 所以如果你們說警方要抹黑你們的話 其實很簡單 如果警方是學那些毒果 那些傳媒那樣想做些屈人的伎倆呢 其實很簡單的 只要他說大部分資金不逆而非 用不逆而非這四個這麼空泛的字呢 這樣就可以抹黑人的了 就好像那些毒媒的一貫的伎倆那樣 因為你說不逆而非 那即是口同鼻咬啦 你就說不見了 好了 如果你們升火那些想證明 沒有啊 我這些錢沒有不見到啊 那你們是不是要提出證據呢 那如果你們要提出證據的話 首先升火第一個不肯提出證據 因為他自己吃了些錢 他怎麼敢公開那條數呢 那所以當他們提出不了證據 說警方是抹黑他們的時候呢 那警方就真的可以永遠抹黑你們 因為你都解釋不了 這些就是傳媒一貫的伎倆來的 說些很空泛的東西啊 而又不用證據的東西 那所以如果警方要抹黑他們的話呢 他只要說這些這麼空泛的東西 又不用提出證據 就已經可以永遠抹黑一個人的了 那而昨晚呢 我也都看到那些傳媒是很好笑的 那就立場新聞 那立場新聞呢 那立場新聞呢 他的報導呢 就說 大律師指 警方呢 警方呢 是要有證據 證明呢 這些保險產品呢 是企圖詐騙 這樣才行的 那其實真的很好笑的 你看到這些報導呢 你就可以正正體會到呢 那些傳媒呢 這些傳媒是多麼盲撐啊 其實在這個時候呢 他們呢 不是應該想一下 究竟怎樣去追回星火的錢嗎 他反而是想 啊 警方呢 你這一下有沒有做錯了呢 你這一下呢 可不可以證明到呢 你們有沒有老屈我呢 其實他們到現在呢 都只是在想著 和捉著警方的錯處 其實很簡單的 你們想一下 你們當初捐這些錢 是為了些什麼呢 你們的錢 是不是想給一些 義士 是不是給一些義士打官司呢 和是不是給他們的家人呢 其實你們只要想清楚這件事情 你們已經知道 這些錢 他是不是騙了你們了 你們當初給這些錢 是想幫抗爭者的嘛 不是想給他自己賺錢的嘛 那所以 其實為什麼現在呢 那麼多人用眾籌來騙錢呢 其實因為他看穿了 這些捐錢者的心理 因為他們呢 是 不會追究那些錢去了哪裡的 只要 當那些錢不見了的時候 你就找一件事來講 例如就說 政府啊 打壓你們啊 警察啊 是抹黑你們的 那麼你們就可以 很容易呢 被他轉移視線 就去了這個問題裡 而不會去想回 那那些錢去了哪裡呢 還有 你當初捐錢給他的時候 是未想他用來買投資產 來賺錢呢 所以 其實這件事是真的要反思的 不要每次被人抓這些心理來騙錢 而自己被騙了錢呢 都還要被人 當傻仔去玩 講講其他東西 那你又真的把視線 轉了去第二處 又不會去追究那些錢的了 那所以就 各位市民 真的要小心 而 將來的日子呢 就肯定 還有很多眾籌啊 各樣各樣的名目啊 去眾籌啊 叫你們捐錢的 那 大家捐錢之前 真的要想清 了嗎 你 你 你